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じょいのおいです 今天我們要學的是 希望怎樣 或者希望不要怎樣的用法 那生活中什麼樣的情況會用到呢 比如說 希望下雨 或者希望不要下雨 怎麼說呢 還有 希望你教我日文 或者希望你過來 或者 希望你不要走 這些就是生活中採用的 希望怎樣 用日文怎麼說呢 今天主要學這些 第一個 動詞提醒加欲しい 它的意思是 希望怎樣的意思 那如果動詞內心で欲しい 這個是 希望不要怎樣的意思 那比如說 希望下雨 下雨 雨が降ります 降ります他的提醒 降って 那希望下雨 雨が降って欲しい 雨が降って欲しい 希望下雨 那如果 希望不要下雨 雨が降らない 内心 降らないで欲しい 雨が降らないで欲しい 那否定的話 也可以說 雨が降って欲しい って欲しい 後面 改否定也是可以 但我覺得通常用 ないで欲しい 比較多 所以這次 主要否定的話 用ないで欲しい 那我們就是多看例子 了解一下 希望你教我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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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省略 私に日本語を教えて欲しい 希望教我 那再看一個 希望你不要走 希望你不要走 走是行きます 他的内心 行かない 整句話 行かないで欲しい 行かないで欲しい 就是希望你不要走的意思 那最後看一下練習問題 A說 すみません 荷物を欲しいんですが B說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是知道的 比較客氣的說法 那應該是 不好意思 希望保管我的行李 保管是預かります 他的定心 預かって欲しいんですが 荷物を預かって欲しいんですが 希望保管我的行李 然後B說 可能是犯電的說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知道 所以 預かって 第二句說得了 那第二句題目 A說 是非明日のパーティーに欲しいんですが 来られますか B說 是非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是非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我一定會去參加的 應該英文的是 希望你参加明天的パーティー 能來嗎 来られますか 是可能動詞 能來嗎 所以 明日のパーティーに参加して欲しい 希望參加 所以第二個是 對的 所以呢 中文的希望怎樣 是動詞貼型加欲しい 那中文的希望不要怎樣 是耐心で欲しい 這才能用到喔 OK 那就今天的看到這邊 掰掰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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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